中国书法学会于5月16号起到5月27号 在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艺文中心 推出《豪端细末》第36次会员台东巡回 即加拿大交流展 这是学会成立58年来 第一次到台东展出会员的精选作品 并且有西洋书法家协会 墨运秦深书画会 书画联合会 中国书法协会等加拿大四大协会参展 共计展出作品180几件 他们把他们最精彩的作品185幅 包含从加拿大多伦多还有韩国怪的作品 真的我必须说我刚刚提早很久来看 应该是这几年来水准最高的一次书法展 那很难得这次真的我很感动 这么偏远又在这个疫情的当下他们虽然没有开幕式 可是来了好多人 表示他们对我们台东的喜爱跟照顾 真的作品很高档 我希望我们的喜爱书法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 欢心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台东这个地方好山好水 还有一个很温馨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希望也能够跟台东这边的 艺文界的人士能够做一个双向的交流 然后大家互相的把这个艺文的风气推动出来 其实来到这边做一场巡礼之后来讲 你可以从各个书家不同的字体的展现里面 你可以学习到很丰富的一些的变化 还有一些的一些在写字方面的一个在习字方面的一个技巧 也都可以吸收到非常的多 这个对台东当地这边来好对各种喜欢这个书艺界的人士 其实都是一个互相很好的交流 这幅作品是本人所写的 这首诗它是李白的 就是说早花白地成的一首诗 那这首诗的内涵 它虽然是李白当时是应该赶回去 它是用很心情快乐的方式 所以我在写这幅是我用的行书的方式去表现 那在行书的表现里面来讲 我让它有轻重的差别非常大 另外我还有穿插了几个字是属于比较草书 那这个草书我们采取线条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环 千里将年一日环 我们就写了比较草书的写法 然后透过那个线条的写法 让它比较单纯化 然后接下来万 万从三 那个万也是草书的写法 那我们就是试着在行书的架构里面 我们穿插了几个草书 而且用线条去简单的去表现的方式 那让这个整个的账面 这个整个的这个账面来讲 它会非常轻松的 然后非常有种飘然的 那种潇洒的意涵在里面 当年我们曹师公 他教学生 一个字都写上几百遍 没有经过他同意 你不能改第二个字 所以他要求他的学生 非常的严谨 所以我们淡如义卖的人 通通对书法的基础都沾得很 这个杂实 所以我们能看 第一个字要中正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中锋 很少用偏锋 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每一笔 一定大部分都有变化 比如说我们的脖子 这个一竖下来 一般人就一下子就下来 但是我们要求是 能够有粗细弯极的变化 它是让你这个字的内容更加丰富 我这个作品是王伟的这个行书 然后因为我很 我从小就很喜欢王伟的那个田眼诗 这一首也是田眼诗 然后青川戴 戴这个我就是用这个像那个 想到这个林怀敏 他有一次在跳那个云门舞集彩带那种的感觉 我就把它用在我的书法上面 来带长布 然后我就把这个长 古人都会写长一点 我就故意把它写短一点 用表现这个彩带跟长的对比这样 然后用墨色来区别整张的这个 书法的这种感觉这样 很多人呢 写传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 硬背 这太辛苦了 所以从文字的源流开始 第二种说法是说 这个很多人都不认得 所以从楷书 楷书大家都认得 所以容易入手 所以其实都可以 历书最容易 历书都认得 而且笔法最简单 像这个传书你就是中锋 中锋 笔法没什么变化 但是自己的结构比较困难 各位看我们这次的展览 争吵力传 各种简薄书都有 所以每个人写的都有不同 哪一个人好 看你欣赏的人 这次到台东 我觉得非常喜欢台东 山明水秀啊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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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读 这个叫圣读 圣读 它这个句子是取到中庸 这里最下面的 就来诠释圣读的来出处 而且这个 这是古里面的诠释的内文 好 那这个线条部分 我是有做一点动作 就是说我把这个纸 你看有没有 皺皺的有没有 这个不是笔杆 我皺皺的 我是有把那个宣纸 有稍微揉了一下 折皺 然后再去写的 就借这些名言好家具 来提醒我们自己个人的修为 要从这个方向去执行 这样子 这就是修身嘛 1962年成立的中国书法学会 是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 在台唯一的代表 长期以来 代表台湾 积极从事国际书役交流 会员遍布全台湾地区 及金门、澎湖 已达1100多位会员 总部办公室在台北 另外设有21个县市服务处 5月17号上午 许多嘉宾与一潭人士到场欣赏 叶国华理事长 特别邀请台东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林永发 与纳鲁湾集团总裁林延黄 担任学会的顾问 也感谢学会在台东县的服务处主任 周仁祥 与台东县书画教育学会顾问 李国阳老师辛苦的策展 让展出能够圆满顺利 台东县书画学会在台东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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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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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所在综合不倒